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的财经点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周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呢在上周五依然是再一次跳水 盘中呢再一次也就是第六次跌破了六千点 这个反反复复也让我是大开眼界 我之前呢以为两次三次已经足够 没有想到澳洲股市居然能够六上六千点 又六次跌破六千点 简直比诸葛亮是这个六出麒连山还要夸张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中国方面也是连续五周股市出现下跌 上阵指数创出四个月以来最低价 深圳也是跌破了一万一千点 欧洲方面呢在上周五单天虽然有所上涨 但是全周累计依然是下跌1.2% 只有美国依然是引领世界 股市再一次出现上涨 累计上在上周三大指数依然上涨1%至1.4% 继续刷新历史最高记录 那股市以外的情况 黄金价格回升0.5% 石油价格回升0.5% 比特币价格大幅上涨7% 目前在一万九千美元附近 美元指数回升大约是0.5% 各大非美货币呢大约是纷纷下跌 大约3到40个点 那么今天我们说的依然是人民币 早正说的是人民币2018年的之路 我们给他一句话呢 形容叫做让外必先安内 大家都知道2017年对人民币来说啊 是经历了一个过山车般的反复 从年初曾经一度看似要破7 到了呢这个最低价啊 甚至于和美元呢 幅度呢是达到了6.5以下啊 这个上下7%的波幅 也让很多人是瞠目结舌 那么很多人包括像美国的基金啊 对冲基金啊和国际吵架 在人民币上都跌了很大的跟头 因为如果我们从账面上来分析 从经济上来分析啊 这本账怎么都不划算 大家知道呢 这个一个国家的货币下跌啊 货币上涨啊 就是升值啊 安理说对它的出口和外贸 是非常不利的啊 本来我们就是赚的这个代价 和出口加工啊 只有这3%至5%的利润啊 你这个美金换回来之后 如随着人民币的上涨 换回来人民币的钱 白白少了7%啊 也就意味着上一单不但是白做 还得赔钱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 怎么可能能够长期维持呢 所以从经济上来说 人民币升值7%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目前还在复苏阶段 或者说还在稳健的筑底阶段 人民币大幅升值7% 这本账怎么算都吃亏 但是如果我们从政治学 或者说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啊 这本账呢 看似就不那么吃亏 我们知道呢 这个人民币在过去两年 随着它大幅贬值啊 这个资金流出去很多 或者叫资产外流 那么如果这个贬值的趋势能够被遏制住 很多钱也许就不会那么快的流出去 同时国外很多原本要投资到国内的钱 或许呢就也会啊 本来是不投的钱 还会重新考虑投 包括明年啊 这个中国股市国际化 包括未来三年人民币开始国际化 都需要人民币的价值 有一个稳定的幅度 所以从全局 从政治上来考虑 人民币价值的稳定 对于国家利益来说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这整一套 都是2017年已经发生的事 对于2018年 咱们就有不同的争议 有的人说呢 我们知道2017年 一整年人民币几乎多的升值 那么2018年 美元很有可能会再次加息三次 那么在美元加息三次的时候 如果人民币要和美元依然维持在现在 大约6.5%到6.6这个幅度的话 那么你说人民币即便是不加息三次 那么加息两次 或者有其他办法来控制住这个货币 货币量也是非常有必要 然而 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经济是越来越好 但中国经济还没有从底部爬出来 依然是一个长期的L型走势 那么在目前L型的范围内 能否能够承受住 像美国一样一年加三次息这样的事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那我个人觉得呢 中国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是不和美国一样加息三次这样来搞 为了让人民币和美元保持同步 那么是严重的不划算 即便是呢 我们涉及考虑到这个人民币要国际化 股市要国际化等等一些因素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和美元保持同步 而牺牲掉这么大一块的话 我想不论从哪方面来考虑 都是很不划算 因此我判断 在2018年 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会开始有脱钩 而且这个幅度会逐步加大 那么随着政策上的脱钩 其价值上的反应也终将会体现出来 换句话说 人民币和美元在目前的稳定状态 在2018年 特别是2018年的下半年 很有可能会改变 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对于人民币2017年有损失的朋友们 在2018年可以重点关注 随着美元逐步开始加速加息 我们相信人民币和美元速度的不同 所导致的价值差异变化也会越来越大 这个呢就是我本人今天的关注 另外今晚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呢 澳洲时间在晚上的这个九点钟 欧元区会发布他们最新的通胀数据 对于欧元和美元的走势来说 会有很大影响 感谢您收看今天狗马队 每日财经统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